针对中国的半导体需求和供给,美国已经出台了大量的封杀举措。应该说,拜登所做的这些在经济史上也算是罕见的了。不仅美国带头封杀,还要求所有美国的盟友一起参与,甚至还持续根据中国的最新动向对封杀策略进行打不定。 当然,由于是美国人连续出牌,而且还是上来全部王炸的打法,所以,中国就两款半导体原材料进行反制,让美日韩河极为愤怒。 也就是说,他们打我们可以,我们反击不可以。从日韩的半导体相关产成品的出口数据也可以看出,其实美国的这套打法代价是巨大的。 背景是,中国有着全球最为关键的半导体需求,也是增量最大的市场。供给在美国这边,需求在中国这边,美国的封杀相当于有货不卖。 因此,美国的盟友肯定是吐血的。此外,美国的芯片巨头也是非常郁闷,因为这使得他们没法多赚钱。 英特尔老大已经说了,如果这么搞下去,也就没有必要在美国多建厂了,因为中国需求没有了。 可以说,如今全球的半导体产业链已经越来越痛苦。 一边是供给端各种不畅,中国也参与搅局,一边是中国市场的需求不能去满足,美国极其盟友的半导体企业赚钱难,未来会严重打击他们继续追加研发投入的能力。 而最为关键的是,中国也没有坐以待毙。 事实上,中国一直在拼命地追赶。 据悉,某微电子预计年底交付第一台国产28纳米禁末式光刻机给到市场。 此前我也是将信将疑,但是近期有权威机构专门出相关研报了。 那么,说明这个事情是很有谱了。 假设明后两年,中国这块产业可以做上来, 哪怕就是暂时现在28纳米附近稳扎稳打,其影响也是巨大的。 毕竟,半导体大量的使用场景还是这类传统的, 而不是目前台积电尝试去搞的2纳米等等。 虽然我们说不上是彻底实现独立自主国产替代了, 但是,起码已经可以解决大多数军工民用的应用了。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只要中国可以做的产业,基本上直接给你折腾成白菜架, 然后,其他国家的产能马上崩盘。 我们来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有一天可以把传统半导体的产成品全部搞成白菜架, 那么,美西方集团的半导体企业怎么办? 虽然先进制成是很牛逼,但是,要维持先进制成的领先需要极高的成本, 而这些成本往往是半导体企业从成熟制成的收入中拿出来去补贴的。 利润大头在成熟制成,技术领先在先进制成,这本身就是一个半。 中国只要用农村包围城市策略,尽快将成熟制成的产业链构筑起来, 然后,产能全部打爆。 配合主要的需求增量,在我们这里,我们实时优先满足国内市场的订单对接。 试问,这些发达国家怎么办? 类似的策略,中国在面板、光伏、传播、通讯、风电等大量前沿产业都是这么玩过来的。 可以说,这是中国制造的一招先。 另一边,美西方国家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 明面上都是积极配合美国对付中国的半导体需求, 但是都想着在半导体产业多分一杯羹。 于是,这几年全球发达国家只要稍微有点能力和野心的外加一个印度都是拼命投资建设晶圆厂。 几年后,这些厂全部建成了,中国多少也有不小进步了, 这么多供给卖给谁呢? 现在封杀、建厂、骂娘三件套全部都是牛逼哄哄的, 那几年后供需形势严重恶化,这个游戏还怎么玩? 不得不说,最近,美国商务部已经警觉到这个问题, 据说正在组织专家学者、企业一起商讨怎么处理。 其实,没有什么用,没有需求对接,那就是产能过剩, 这后面就是财政补贴亏钱,企业亏钱,金融市场吐血。 当然,一旦真的出现半导体大规模产能过剩, 其实,制造业回流美国也就算输了。 到那个时候,美国的政坛也将是腥风血雨, 追责是不可能避免的。 美国要想完全掌握半导体, 最好是需求也从中国这里夺走。 那也就意味着, 所有需要半导体这个中间品的超级庞大的电子工业体系, 全部从中国这里夺走。 试问,这如何可能? 我们不要把美国人想蠢了, 这些美国制定政策的可都是人精,都是顶级精英。 可即便如此,半导体争夺战陷入跟中国的消耗战, 其实是很被动的。 更何况,中国已经说了, 两款半导体原材料的封杀只是刚刚开始, 后面还有很多张牌。 美国当然听懂了, 所以,到处找对策。 然而,要想把中国已经具有碾压性的优势产业 在几年里面全部夺走, 谈何容易? 说句难听的, 美国跟蒙古签订个稀土合作条款, 又如何? 谁来加工? 谁会加工? 加工后又怎么从蒙古运出去? 这种做法, 最多是恶心一下中俄罢了。 不具有可操作性。 我提示过很多次, 美国希望我们在地缘政治生态上面跟他们博弈, 这样他们是用强项对付我们的弱项。 可是, 中国是希望在实体领域反攻美国, 这样美国就很痛苦。 因此, 尽管媒体普遍大谈特谈各种军演, 美国人的叫嚣, 美国盟友的耍无赖等等, 可真正关键的是, 我们在产业领域有没有巨大的进步。 半导体作为美国主导制造业回流本土的重要项目, 算是已经在推进了。 然而, 放眼整个美国心目中的制造业回流大计, 其实, 情况并不乐观。 现在美国拼命拉升制造业回流行情的时候, 美国本土的制造业PMI数据都是惨不忍睹的。 也就是说, 没有这么多订单给新建的美国工厂。 另一边, 尽管成功拱火屋后, 确实是重创了欧洲制造业, 确实导致大量制造业流出欧洲。 然而, 很多欧洲制造业企业加速布局中国而不是美国。 也就是说, 美国搞了这么大个局, 被中国劫虎很多。 甚至可以这么说, 欧洲加速去工业化, 美国助力中国制造。 这种事情, 放你是美国也气得吐血。 今天中国制造的优势已经不是劳动力成本了, 事实上, 中国劳动力成本已经非常昂贵了。 我们真正的优势是, 全产业链和强大的基础设施相互整合。 供应链的核心目标是, 正确的时间将正确数量的正确商品, 以合理的价格送达到正确的地方。 大家必须牢记这段话, 否则, 对于中国现在很多做的事情, 对于中国的制造业优势, 对于中美产业链战争的攻守形势, 都会产生严重误判。 我们中国牛逼就在于, 放眼全球, 要做到这个核心目标, 没有几个经济体可以跟我们对打。 其他经济体, 要么交付时间不行, 要么综合供应链成本极高, 要么送错地方, 真的有很多这么蠢的事情, 要么数量无法保证。 所以, 次贷危机后, 每西方国家的企业兜兜转转, 也尝试了很多其他地区, 作为替代中国制造的新生产基地, 都已经十多年了, 可是依旧不成功。 原因就是, 上面我提到的, 二战期间, 美国军事强大, 不仅是因为科技, 版图, 产能等, 更重要的是, 一个制造业强国, 相当于天天在对本土民众, 进行高强度的准军备动员。 因为, 要实现供应链核心目标, 其实就是, 跟全民动员打仗, 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不得不说, 这才是美国人真正害怕的。 制造业, 其实就是打仗, 就是反人性的, 就是军备武力之修炼。 一个超大规模的世界顶级制造业强国, 这种军事动员潜力和能力, 那是极为惊人的。 为什么美国要搞制造业回流, 除了赚钱, 还有个目的, 也是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武力值啊? 试想, 假设中国目前的半导体应对战略, 最终被证明是成功的, 那么, 放眼天下, 就军功武力之而言, 中国绝不可能再是弱国了。 本质上, 今天中国走的路, 就是百年前美国人走过的路。 因此, 美国人怎么可能内心不慌? 严谨地说, 我们还在学习美国的宝贵经验, 只不过, 身处大国崛起阶段的中国, 学的是大国崛起时代的美国, 而不是已经成为世界帝国的美国。 请问, 这又有什么错误? 希望这么一说, 把大家的思路完全打开了, 各位可以视频下方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